一个最新的画面传进来就是台东太马里西溃提 首当其冲的江兰村第一时间紧急撤村 有五百多位村民撤离家园 总共四十六间房子倒塌 继续我们所播出的这个最新画面 就是触目惊心的这一刻 三层楼高的楼房 不敌溪水就在眼前倒进了滚滚洪流当中 村民忍不住放声大哭 三层楼的白色透天错 倾斜四十五度 不时传来噼里啪啦的玻璃碎裂声 一楼墙壁被挤压断成两截 接着整栋房子没入滚滚洪水消失不见 当地居民被阻隔在封锁线之外 眼看住了三十年的家园被冲毁痛哭失声 居民在大雨中哭到声嘶力竭 却束手无策 连日大雨造成台东太马里稀溃蹄 洪水无情冲垮当地四十六间房屋 全村五百人紧急撤退 连家当都来不及收拾 临别前的最后一眼却是如此残酷 眼看一身心血被洪水冲走 至少两百人无家可归 中天新闻白建华许少平台东报道